《读本好书》 大家好 我是李伟 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本 由新华社记者编著的《种子》中阳 一起来分享中阳的故事 中阳是我国著名生物学家 原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2001年 复旦大学承担对口支援西藏的工作 中阳立刻报了名 踏上了青藏高原 这一去就是16年的时间 有的人不理解 一个复旦大学的著名学者 为什么要跑到边疆去搞科研 原来中阳在复旦大学 重建生态学科的工作中意识到 随着气候变暖 环境破坏等因素 带来的自然条件的变化 未来的地球与人类 很可能面临植物物种的退化 变异 甚至灭绝 青藏高原是国际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按通常数据表述 有将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 占中国高等植物物种的18% 其中1000个左右为西藏仅有 作为一名植物学家 中阳觉得青藏高原 才是植物学家最应该去的地方 可是青藏高原的珍稀植物那么多 到底哪一种植物 才是最有采集价值的呢 中阳把目光放在了 植物学界的成功者 高山雪莲上 高山雪莲是人们 对高原上属区雪兔子的俗生 这种植物广泛分布在 我国西南和西北各地 以及临近国家 其中不乏低海拔 和环境优越的种群 中阳为什么要选择高山雪莲呢 1938年 德国探险家 在海拔6300多米的 珠穆朗玛峰南坡 采集到一颗几厘米高的高山雪莲 将其记载为 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 被国际高山植物学专注 和教科书奉为经典 但在此之后 再也没人找到这种植物 仅从生物学特性看 青藏高原种群明显要差得多 但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 究竟是否存在高山雪莲呢 他们又是如何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 生存的呢 中阳希望自己能给出答案 从2011年起 中阳开始带领团队寻找高山雪莲 可始终一无所获 2012年6月的一天 中阳和学生拉穷 扎西刺人 三人再度爬上了珠穆朗玛峰 5200米珠峰大本营 高山雪莲 还未现身 高山雪莲 年轻人 想签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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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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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 三人 五人 三人 三人 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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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变本加厉地 透支自己的生命 他说有一种紧迫感 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 让他把这个人才梯队 真正带起来 中阳对西藏的爱 是深入骨髓的 早在孩子出生前 他就想好了名字 一个叫云山 一个叫云石 一个骡子之物 一个被子之物 中阳说 如果用植物给孩子命名 能够蔚然成风 那么这将会给分类学 在社会上带来大的影响 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 他又将小儿子 送到了上海的西藏班读书 学习藏语 他希望有一天 儿子能够继承他的事 2017年9月25日 中阳在为民族地区干部 讲课的途中遭遇车祸 不幸逝世 十年五十三岁 人们在事故现场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双肩包 肩带早已被磨破 已经用了不知多少个年头 一张纸条 从他的裤兜里面掉出来 上面的行程 依然安排得很满 在微电影《播种未来》当中 提起生命的意义 中阳这样说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 但我毫不畏惧 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而我们采集的种子 也许会在几百年后的某一天 生根发芽 到那时 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中阳用自己采集的四千万颗种子 交出了人生的大卷 它用生命铺旧的科研之路 早已长满了繁茂的树 青藏高原上的一草泥木 筑起中阳最新科研 扎根边疆的无字封碑